我们继续来看到再过一个多月就是中秋节了 农粮鼠今天也跟文旦产业来做策略联盟 除了跟各地美味的柚子结盟之外 还有不少的高饼业者也发挥了巧思 用台湾柚子来当原料 开发超过20种的中秋柚子月饼跟糕点 除了实体通路之外 今年更是首次结合高饼业者还有文旦柚商品 在网路上进行预购活动 绿色柚子造型的月饼 半个手掌大小看起来超级卡哇伊 外皮采用西式饼皮切开来 内馅是加入苗栗西湖柚子酱跟柚子干的豆沙馅 每一口都能尝到满满油香 这个形状我想说就代表我们苗栗县西湖香的柚子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除了变身柚子月饼 就连柚子外皮也能加入茉莉花入线 还有柚子汁也可以跟白巧克力一块 利用日本融合技术做成小蛋糕 七点中秋节农粮鼠跟文旦产业做策略联盟 跟农会还有糕饼业者合作 除了枝多味美的柚子之外 更开发超过二十种的月饼跟糕点 另外柚花跟柚果也可以再萃取出精油 做成加工品 这些我们如果来把它做加工 做一些延伸的话 可能可以让一年四季都有产品可以销售 方这个加工的这一块 我们一年的营业额是几千万成长 过去只有用生鲜的来卖我们的文旦 那这次用策略联盟的方式就是 包括我们的加工联盟 还有国内行销 还有国际行销 每一个融会的文旦都有它的特色 还有它的这个优点 所以我们就全部把它摆上来 全部资讯公开 除了实体通路 今年更是首次结合糕饼业者跟文旦用商品 从7号开始一路到8月底 让民众在网路上进行预购活动 品尝中秋团圆的幸福滋味 记住我们今天为止人特别报道